全球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陈思宁 马来西亚是世界第二大的棕旅游出口国 但是欧盟针对森林砍伐寄出新的规定 再加上印度政策限制进口棕旅游 这双重夹击之下 冲击到大马去年的棕旅游产品出口年减27% 而为了要连接跟这些棕旅游进口国的关系 马来西亚前一阵子宣布 要仿效中国的猫熊外交赠送红毛猩猩 给买棕旅游的国家 没有想到这话一输出口就引来了各界的踏伐 尤其是保育团体 他们直指棕旅游的生产 就是红毛猩猩数量大减的最大元凶之一 而被骂了之后 大马政府的政策是大转向 宋猩猩这件事情就别提了 改成邀请进口国 任养红毛猩猩把红毛猩猩留在原本的棕地 而未来大马会不会又有神奇的新想法 刺激棕旅游市场的新政策呢 今天的专题要带您一起来看看 熊炯有神的圆眼睛活泼的在树上摇摆 红毛猩猩的发色在太阳下显得更鲜红 不过他们恐怕面临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 因为马来西亚打算向棕旅游进口国赠送红毛猩猩 马来西亚买油送猩猩的概念就是在模仿中国的熊猫外交 只是这些普罗州红毛猩猩是普罗州岛的特有种 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冰为物种 马来西亚的这样政策立刻引来国际媒体痛斥 马来西亚种植暨原产业部长佐哈利赶紧发文成亲 表示新兴外交是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会敦促棕旅游公司跟非政府组织来合作 保护野生动植物 只是这种说法似乎不被外界接受 中国的熊猫外交只出借大熊猫给外国动物园 熊猫后代必须在几年内归还 马来西亚想借进动物外交来加温经贸关系 针对红毛猩猩的权益 马来西亚恐怕得要提出更详尽的保护计划 最高兴林嘉宏中文报道 你一定会有疑问什么是棕榈油 棕榈油是从油棕树里面提取的植物油 而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产品都是由棕榈油做成的 包括了洗发精、清洁剂跟化妆品等等 就连食物里面也有像是冰淇淋、饼干、洋芋片这些也都有 这生产棕榈油的油棕树主要生长在赤道附近的地区 而我们食用的棕榈油有八成都是来自印尼跟马来西亚 油棕树产油量高而且还可以延续三十几年 这也是为什么在短短几十年之间 印尼、马来西亚的原始森林遭到大规模的砍伐 比先前提到的榴莲种植砍伐还要更加严重 印尼甚至从森林大国变成全球最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 而且种植油棕树需要大量的食用化肥啦跟除草剂等等 还有运输、需要运油船这些都会严重危害到环境 但是对生产国跟进口国来说这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不过最近这几年全球是吹起了绿色旋风 环保、环境保护的意识是越来越浓烈 棕榈油被贴上了破坏环境还有毁坏森林的标签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资料显示 油棕树的种植是已经造成了5%的热带雨林遭到砍伐 而且全球森林砍伐活动当中就有2.3%是属于油棕种植 而非营利气候组织Rimbawatch的研究也指出 2017年到2021年之间有15%的森林砍伐活动 就是跟油棕的种植有关 根据全球森林观察的数据显示 2000年到2021年这21年之间 马来西亚一共失去了280万公顷的原始森林 跟同一时期全球森林的消失量的32% 所以为了维护全球森林的生态 去年6月29号欧盟通过了反毁零法案 希望能够借此消灭境内外因为欧洲消费而砍伐的树木 包括家畜养殖啦可可咖啡跟棕榈油 还有橡胶大豆木材等等 当然也包括这些东西所制成的产品 像是皮革巧克力还有轮胎这些东西 而欧盟要求厂商要把进出口这些产品到欧盟的时候 要提出证明证明这些产品都没有涉及到毁零行为 法规有18个月的缓冲期哦 一直要到今年的年底12月30号才会正式的生效 而这法案一出来印尼跟马来西亚当然是首当其冲啊 最严重的就是马来西亚因为刚刚提到 印尼跟马来西亚的棕榈油产量占全球大概85% 而且部分印尼的种植区其实都是属于马来西亚企业的 包括了一些关联企业森纳美种植等等他们所拥有的 而整个棕榈油的产业在马来西亚的经济当中是不可动摇的 2022年马来西亚为全球提供了大约三成的棕榈油 此外呢在当年棕榈油产品出口额有311亿美元 比起2021年是增加了27% 当年是创下了历年来的新高记录而去年棕榈油产品出口额就降到了206亿美元 年间27% 看得出来是有受到影响的 而2007年开始印尼其实就已经超越了马来西亚供应全球大约44%的棕榈油 马来西亚占了41% 而到了2022年马来西亚的市场占比是逐渐的在往下掉 这两国之间的总出口差距是越来越扩大 印尼占了一半左右的全球棕榈油出口 而马来西亚现在只剩下三成之多 说了这么多 在欧盟新规定的压力之下 马来西亚跟印尼接下来 如果要把棕榈油卖到欧盟 都必须要加强这追溯系统 这一定会增加到他们的营运成本 想也知道这些当然他们就不愿意啊 他们认为欧盟的反悔零法案其实是有歧视性的 他们认为这是为了要保护欧盟本身的葵花自由市场 所以呢不公平的惩罚这些小规模的农户们 让他们是很难应付这欧盟提出的麻烦的政策的要求 印尼就指责欧盟是实施着监管帝国主义 而马来西亚的生产商呢 则是抱怨这是农作物的种族隔离政策 所以他们分别向世界贸易组织来投诉欧盟 啊投诉有用吗 德国之声就指出世界贸易组织在今年三月是进行了判决 他们认为即使欧盟引用数据已经过时 在政策描述上也带有歧视 但是这项禁令他们认为还是合理的 难道这样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吗 根据CNN报导 大马政府最近这几年来 其实也是有透过政策展现对永续发展的支持 当然他们也希望重塑这棕旅游产业的形象 像是在2015年的时候 马来西亚棕旅游局就推出了马来西亚永续的棕游认证 但是这也难党欧盟这一次下的重手 没有想到被欧盟打了一拳之后 现在就连他们的最大买家印度也补了一脚 马来西亚最大的棕旅游买家就是印度 他们现在是越买越少 印度去年跟大马进口的大约34.5亿美元左右的棕旅游 比前一年是减少了1亿美元之多 而根据这新海峡时报报导 印度仍然在持续的减少着进口的棕旅游 改买更加便宜的大豆油还有葵花油 而今年1月印度的棕旅游进口量是降到了三个月来的低点 大约是78.7万吨 而大豆油就进口增加了24% 来到了19万吨左右 不过为什么印度会开始改买其他便宜的油呢 难道是跟财政有关系吗 其实也不是 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国家经济战略 2022年中旅游的贸易出口额只有3980万美元 在排名世界是第40名 不过他们的进口额却是高达了111亿美元 这也凸显出印度对进口的棕旅游的依赖程度是相当的高了 所以他们除了要改善对海外的依赖程度 对于印度的炼油厂来说 目前精炼油棕油的利润是负值的 而提炼大豆油跟葵花油是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 所以权衡之下那当然是要往利润高的产品去发展 而印度政府还实施了进口关税的政策调整 降低了其他使用油的进口税率 特别是大豆油跟葵花籽油 进口这些油可以变得更加有利可图 来进而降低购买棕旅游 因此印度就允许2022年5月到2024年的3月之间 这每个财政年度的免税进口额度200万顿 而且大豆油跟葵花籽油 从去年6月15号开始 这精炼厂的基本进口关税 更是从17%降到了12.5% 而去年7月印度甚至推出了 国家食用油的棕旅游计划 目标是在明后年要把国内的棕旅游产量 提升到112万顿 希望借着政策的组合权 来降低对外国棕旅游的依赖 而在欧盟在印度的各种政策夹击之下 马来西亚开始想方设法 要努力维持跟这些棕旅游购买国的关系 所以马来西亚的产业种植产业部长佐哈里 他就有个想法 他在今年5月初说要仿效中国的猫熊外交 赠送红毛猩猩给棕旅游进口国 希望借此证明马来西亚对平衡农业的发展 跟环境的保育的努力 佐哈里还提到许多的贸易伙伴国 关注农业产品对气候的影响 所以他说我们马来西亚作为生产国 不能只是采取防御性的产业策略 这项新兴外交呢就政策会向世界证明 马来西亚对生物多样性跟森林保育的努力 他同时也鼓励大型的棕旅游公司 跟非政府机构合作 提供野生物种的保育专业技术协助 没有想到他这个新兴外交计划才有个概念 大概马上就被民众跟动保团体骂翻了 他们说你今天开肯 你今天种植 这些呢就是已经威胁到了这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你还要再带走他们当做礼物 讨好其他国家实在是太虚伪了 美国的生态学家也说 以动物为外交象征的国家 都会在物种保护上做出相对应的努力 马来西亚对红毛猩猩的保育工作 是远远不及中国保护熊猫猫熊 而受不了批评 于是这计划就胎死腹中 直到8月 马来西亚当局是推出了新版的政策 说是会改成 邀请采购国任养红毛猩猩 但是红毛猩猩会留在原本的栖息地 而这样的政策到底有没有办法刺激到棕旅游市场呢 如果出口再没有受到激励 是不是会大大的影响到马来西亚明年的经济状况呢 根据马来西亚棕旅游总署6月发布的2023年度报告就指出 近年来国际棕旅游价格因为受到了无二战争的影响 还有印尼在去年解除了出口禁令的影响 大量出口导致了国际原棕油价格从2022年的美顿 1162美元明显下滑 来到了2023年来到了870美元降幅有高达25% 这导致了马来西亚的棕旅游出口总收入从2022年的297亿美元 下降到了2023年去年的216亿美元减少了大约27%的幅度 不过今年是由马来西亚棕旅游总署的官员就有预计说 中国的需求会增加推升到棕旅游的出口量在今年会成长 所以您认为马来西亚棕旅游的市场已经回暖了吗 就对大马整体的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吗 请您将您的想法留言在影片下方跟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 追踪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 请不吝点赞加订阅